这个车里呢 多了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呢 他没有在开车 这个车里边呢 我们也没有方向盘 但是我们有很多无线的通讯 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未来一个智能交通的概念 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大城市里 每天要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讲 每天我要花两个小时上班下班 有没有感觉到生命被浪费 累 对不对 堵车又堵心 很好的是呢 我现在工作的一个目标 就是想解决这种困局 就是通过无人驾驶这种技术 解放双手 但这个无人驾驶实际上 它集成了很多先进的技术 第一 车要能感知外界 对吧 我们人类驾驶员有眼睛有耳朵 那车呢 车靠什么 车其实靠很多种感知设备 第二 这么多的数据哗哗哗地进来 实际上需要有超强的计算力 还有一些人工智能算法来处理 才能去形成一个对车的控制 那你们要问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2021年 不是很遥远 对吧 3年以后 2021年基于英特尔技术的无人驾驶汽车 就可以在路上飞驰了 第二个案例呢 就跟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相关了 如果说未来 我们可以将人体更好的数字化 我还真的很会画 好 我们可以从一滴血中 就可以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的特性 你需要怎么样去吃 怎么样去运动 才能让你避免得病 因为最好的办法 不是说生病了以后才去找医生 而是去调理自己在没生病的时候 第三个案例呢 也很有意思 假如说奥运会直播的时候 你不在那 那我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去看呢 我这边画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其实在家里 但是呢 我要给他带上一个设备 带上一个虚拟现实的眼镜 好 VR看奥运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视频图备 360度无死角 刚才三幅画呢 分别给大家描述了三种不同的领域里边 通过数据和计算 我们可以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价值 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未来大概是什么样 看看大家感觉是不是很兴奋 然后你可能会问 在这个未来的场景里面 我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是藏在数据处理传输中的每个环节 利用我们的计算能力 通讯能力 还有人工智能算法能力 去推动这一切 我们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在做它 不光是我自己 也包括在座的所有的年轻朋友们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呢 能去知未来和创未来